鸡蛋 大家好 歡迎來到Yo's Kitchen 一年就快過去 年尾又是做冬的時間 冬大過年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習俗 你做冬又會做甚麼給你的家人吃呢? 我自己會預備芋頭飯給家人吃 馬上看看材料和做法 畫面看到就是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你看到這麼多材料就知道這個飯是沒得輸 很好吃 還有瑤柱、蝦米、紅棗和冬菇浸完的水 一定要留下這個就是蒸水 首先我們會先浸米 洗一洗之後浸半個小時 因為你浸了水 米吸收了水 待會煮的時候 因水的時候就比較容易 浸水的期間 我們就處理芋頭 要把芋頭炸了 你有沒有看到現在很輕鬆 其實是有些蝦的東西 驚險的東西 片尾就會看到 你一直看下去 就看到片尾就會知道發生甚麼事了 這個芋頭大約160度 炸到金黃色就撈出來 我這次炸了三款芋頭 一款是做芋頭飯切細小粒 另外兩款是做反沙芋長條型 還有另一款是小小粒 放在蒸排骨下面 同一時間炸完就好很多了 節省時間和油 剛才你看到臘腸 我就白鑊炒到飆油出來 你不需要下油 因為臘腸有很多油 飆了油出來 我就加冬菇 冬菇就會吸收到臘腸的香味 豬油 之後就會加瑤柱 還有蝦米 吸收到味道 這個飯很好吃 最後我們會 紅棗不需要太早下油 下紅棗之前 我們要加少許紹興酒 因為臘腸有少許豬鬚味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 所以我就加少許紹興酒 之後畫面看到 我是加一些羅漢果糖 下兩茶匙 調一下味道 之後再炒兩炒 就可以下紅棗粒 紅棗浸完水 我們就會再下廚 一會兒煮飯 不要浪費了 有一點甜味 紅棗切粒 這個芋頭飯難度不高 切切斬斬的功夫比較多 要炸一炸芋頭 如果不炸芋頭煮飯就會破爛 芋頭最後放在一旁 待會煮完飯的時候 再放一會就可以了 畫面看到米已經浸了半小時 浸完半小時後 放進鍋子裡 如果想選擇更容易 可以放進電飯鍋裡 這個時間 就加了 瑤柱、蝦米、紅棗 和冬菇的水 這個飯怎麼會有一輸呢 一定贏硬 讚口不絕 如果想冬菇味比較重 就加多些冬菇水 這次我不會加所有冬菇水 那你把份量加多少水 如果你想煮米 煮飯有口 就不用加太多水 但如果你想軟一點 軟一點的米 煮完出來的飯是比較軟 就加多一點點水 好了一切準備就水 我們大火煮沸 煮沸了之後 攪拌一下 之後我們一會就可以蓋蓋 轉小火蓋蓋 煮15分鐘 這個飯就可以了 15分鐘之後 放些材料下去 現在你看到畫面 炒好一點 之後呢 鋪好一點 就可以蓋蓋 轉小火 之後蓋蓋 焗它15分鐘 煮它15分鐘 15分鐘之後呢 現在呢就可以 放些 剛才炒完好好味的材料 那基本上 都不用怎樣加鹽 因為臘腸 瑤鼠蝦米 都很有味道 冬菇那些 但是呢 如果真的吃得很濃味的朋友 一會兒就不要走開 我預備了一個 好好味的豉油 就準備 一會兒放在你煮飯那裡 就是有一點點辣味 的豉油 就千萬不要走開 那現在鋪好所有材料 上去 那如果你不想倒下去 你可以分兩次煮都可以 那你鋪在面上 之後焗一下 然後大約焗一下 我們保持小火 大約焗它3至5分鐘就可以了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 一會兒拌飯這個醬汁 是很好吃的 那這個材料就有 芫荽啦 蔥啦 辣椒啦 生抽和糖 還有這個熟油 那加少許糖 那你看你自己的口味 如果你想甜點 就加多一點 我這個是羅漢果糖來的 那之後呢 我一會兒會煮滾一點油 那這樣就蘸下去 這一盒醬汁那裡 是很好吃 如果你想吃辣一點的 可以加多一兩條辣椒都OK 好味道 終於煮好了這個芋頭飯了 你們煮完之後就知道有多香了 希望各位開開心心和家人過冬 下次再見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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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市場 天氣又快到了 天氣又快過去了 做冬的時間又到了 通常我們做冬天的集中就是冬大過年 最終你會做冬天的食物 我自己做冬天的食物 今天要做冬天的食物 夠了 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 算了 不行就算了 HELLO 大家好 一年就快過去了 做冬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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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次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YOU'S KITCHEN 一年就快過去了 年底又是做冬天的時間 做冬天的時間 通常你們會做甚麼呢 我自己家通常會做芋頭飯 馬上看看今天這個芋頭飯有甚麼材料和做法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YOU'S KITCHEN 一年到年底就快過 年底又是做冬天的時間 做冬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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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次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